这次我们叫广东清洁人员之旅 这个珠海风电是属于在位于横行新区 而有大家可以近距离地接触这个巨大的风机 第一天的最后一站是台山电厂 整个在南方是排第一的 在全国排第三 规模非常大 这是大氧玩基地 这是中国的第一台核电机组 就是说这个厂区一般不对外开放的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可以近距离地就是机组和机组之间 看它的全景 最后一站是光大国际的 波罗垃圾焚烧发电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干净的一个电厂 神华作为一个能源企业 那么在实践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当中 就承担了更多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先简单说一下神华的基本情况 那么除了煤炭为主要基础之外 我们还做电力 铁路 港口 也就是煤 电 路 港 航运 煤这个化工 所以神华始终紧扣煤炭的 综合能源企业的产业特征 然后就是加大节能环保 从而我们建立了一批绿色矿山环保电厂 长期以来煤炭作为重要的基础能源 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那个传统粗放式的煤炭生产利用方式 造成了环境污染 我们是避而不用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国的资源付存的条件 决定了目前煤炭是最丰富 最稳定和最经济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是否还用不用煤炭 还不如研究如何更好的利用煤炭 过去人们一说到煤炭的感觉就是什么 脏乱差 所以现在我们要为煤炭证明 煤炭清洁利用其实是可以比天然气更环保的 在建框的初期 我们地处茅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接壤的地区 神冬植被率当时只有3%到11% 那么通过增强地表生态环境 对采煤沉现影响的抵御能力 目前这个地区的植被覆盖率 已经达到70%以上了 很多人一想到雾霾 可能归结于就是我们燃煤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神华的清洁煤是属于什么性质呢 低灰 特低硫 特低磷 特低绿 从燃烧产生污染物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 分析得出这个结论 那么神华在最后一个 告诉第二个 也就是说神华污染是非常小的 表现出很好的环保特性 对空气质量的空气质量的空气质量 对空气质量的空气质量是一样的